各位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溫解哪一類組織有最多的線粒體 題目的選項有肺炮壁、小腸壁、微血管壁和淋巴管內壁 答對這題目的百分比大約有六成左右,所以大家要留意 當我做這題目,我背後會有這幾張圖去背景自己 首先,如果在氣體交換的情況,就涉及到肺炮壁 其實在氣體交換中,只涉及到氧氣和二氧化碳 所以相對來說,肺炮壁不需要有這麼多線粒體 只要有足夠的線粒體,維持細胞壁的生命就足夠了 接著到第二個選項和第三個選項 分別是微血管壁和淋巴管壁 其實當你讀組織液形成的情況下 其實你都會讀過高瘤體症壓 以及說血壓膠體細胞周圍液體的壓力為高 在小動脈那裏 所以去到後期,在微血管裏面 血漿裏面有一些成份就會被迫出微血管 然後進入細胞間隙形成的組織液 然後當組織液中的成份 因為有高濃度的物質 例如已消化的食物分子 又或者是氣體 所以就會跟體細胞進入物質交換 其實這個過程就會用到簡單的擴散 但是微血管壁其實也不需要有這麼多線粒體 因為落到組織液的形成 其實是被迫出微血管 穿過微血管壁 所以跟肺泡壁一樣 其實只要能夠維持到 微血管壁裏面的細胞的生命 便已經足夠了 所以不需要這麼多 而淋巴管壁 其實就是去到後期 收集一些組織液 然後進入淋巴管 而淋到淋巴管裡的液體 又被另一個名字 就叫做淋巴液 所以其實淋巴管內壁 其實如何促進組織液或淋巴液的流動呢 其實主要不是靠線粒體產生出來的能量 反而是靠骨落機 在附近的骨落機收縮 又或者在淋巴管裡的反目存在 幫助它推動組織液和淋巴液的流動 所以也是一樣 淋巴管內壁 需要這麼多線粒體 其實不需要 但到最後一個選項 就很明顯是答案 就是講小搶壁 就是講小搶壁 為什麼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原因就是因為 你看看2013年的其中一段片段 其實都已經講過類近的概念 就是其實去到小搶壁 其實那些葡萄糖 氨基酸 是要藉著主導轉運 Active Transport 將那些物質轉運 到體細胞裡 當中如果需要 用到主導轉運的話 就需要這個 ATP 能量分子 ATP 能量分子 而 ATP 能量分子 在哪裡產生的呢 就要線粒體 所以其實這麼多的選項 你會選擇這個 小搶壁 小搶壁 會有最多的線粒體 希望今天的分享 讓你知道的一件事就是 當我們做這些題目的時候 其實背後有這些圖畫 去背後我自己 你就會選擇正確的選項 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幫助大家 拜拜